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聊了聊这些个张爱玲啊 还有什么 最近的小说《樊花》 《海上花烈传》啊 是吧 故城啊 咱们忘了一个地方 忘了一个咱们身处的这一块宝地 香港也有香港的这个才子啊 香港的才子是什么人呢 我一看我就想起 一般都是讲他们嘛 是吧 其实是我们闻道 我这烂货 我说民工 我还想着还真是讲那种啊 就是比较烂货的才子 我还特别喜欢 这是为什么 就是所有生活作风不好的才子 都是我的喜欢的人 所以你喜欢像蔡兰啊 对 三人行啊 我心中的想象的目标是邓拓 六木莎 吴涵 他老想着今夜不色房 没可能 当年亚世的那个经典的节目 那个节目真的是很古怪 其实现在想想也很经典 黄瞻 蔡兰 泥匡 蔡兰 其实他们那也是枪枪 也是枪枪三人行 对 很早以前 我当时还在广州 我也看过 你知道他那个节目是怎么回事 什么我还记得林青霞来了 很多明星 他呢 很多艺人 首先他那个定位也不一样 他做广告呢 是那个三的男的不穿衣服 逛着膀子 然后拿了一条布 今夜不设房 把他们挡住 当然上节目他们都是西装革履 但是的问题是他们一定要找一点女明星 对 然后挤在旁边吃豆腐 这个尤其是蔡兰 尤其是蔡兰 不是 尤其黄瞻 那个时候 黄瞻爱开黄枪 黄瞻是有点像主持人一样 他是最主要的 他们最多的是 就说 你记得我当时还记得聊的尺度也挺宽的 是林青霞来了还是谁来了 几个男的就凑着看那个耳朵眼 看林青霞耳朵眼 说这是什么 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说这个女的那个下边是什么样啊 耳朵眼就是什么样 然后就看 当年雅士 半夜里 而且他们三个人 我觉得最逗是因为他们喝的酒做节目 对对对 有时候会喝大了 有点 然后呢 尼匡一喝大呢 你就整集节目就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他一喝大 他那个舌头一大 他那个上海 上海广东话 没错 没错 尼匡说的是比较少的 大部分时候不想 尼匡就负责在旁边哈哈大笑的 都不想 他们那个节目是怎么来的 你知道吗 是因为就是尼匡 你看 现在比较花的是尼匡的儿子 真是老子英雄 儿好汉哈 但是现在改邪归正了 跟周慧敏 婚姻 婚姻还行吗 我 我不知道他们的近况 就说尼匡 那个时候尼匡呢 说我儿子比我差远了 尼匡当年的到处把妹啊 就是把到哪去的 叶总会 她爱上一个妈妈桑在香港 而一个妈妈桑呢 她就每天晚上就叫着黄山和蔡兰啊 就到那个叶总会去 因为要追 要追那个妈妈桑 然后把那小姐全叫了 然后三个男的就在讲 开黄枪 然后看这些小姐们都在笑 后来他们三个一想 说 哎 这我们整天 我们给着他们钱 还娱乐他们 还不如上电视呢 所以就有了他们那个所谓那个 今夜不是什么 你看 这什么电视节目的来源 当然 其中有一位已经这个先士了 就是黄瞻 哎 我觉得这也是他们他们的语言文字 有他们语言文字的功夫 对 是吧 你看 当时做这个广告词 我印象很深啊 就是黄瞻做的 人头马一开 好事自然来 而且就是那个 写歌词的 你可以看看这个当年啊 香港的才子 黄瞻嘛 这是我们同行啊 做主持人的 然后你看下边 但是到早年的徐克 和这个黄瞻 是 我估计就在沧海一声笑 你再看下边 罗文 是 这俩都已经不在了 你再看下边 这是早年的蔡兰 蔡兰 这个蔡兰现在还活跃在这个各种战线上 是吧 你再看下边 蔡兰 看他这几年的照片 对 对 对 你再看 这也是这几年的照片 这种节目 我认为凤凰应该给我搞些这种节目 是吧 又不给钱 吃吃喝喝 然后每次都找来一些美女陪着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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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左边这个是谁啊 长得他真不错 问题是蔡兰身边这些美女 我从来没认住过一个 你觉得长得都一个样 是吗 来来去去都一个样 而且来来去去老换嘛 你打人 你没想用过 蔡兰永远不变当党中央 你没想用过 你当然不知道 你看下边 党中央了 党中央了 这什么玩意儿 在下面 你去看 这是当年的泥匡啊 泥匡当年曾经这个这么帅啊 你看 你再看看后来就现在的这个 这现在的泥匡 这也是岁月不遥远啊 泥匡年轻的时候是好像有谁来香港的吗 也是 不知道 也是不晓得怎么样来香港的吧 上海 对对对对 投奔怒海的 这也是当年香港的一代风流 那个《狮子三下》的歌词啊 每次听还是感动 因为歌啊 其实第一遍的时候你会注意词 久了以后你就是一个曲嘛 就是一个旋律 你忘掉词 可是《狮子三下》你还记得他歌词吗 当然记得 每个香港人都会唱嘛 就是说我记得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 就是人生嘛 不可能都是好事情 对吧 也有艰难 但是我们既然到了这个地方 总归是合作要好过于争斗吧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很真实啊 你在香港生活的人 你就想到 他不是说我们是一片光明 不是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为了个共同的目标 不是 我们各种各样原因来了 既然到了这里 那总是好好地在这里留下生活 对吧 就是我们的友情超过我们的争斗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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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看那个时候 红遍大陆的那个上海滩 那是黄瞻做的 是 龙斑 龙老 哎呦 那是传唱大陆 所以你别看 往往有些北方的文人会觉得香港的这个文人俗 可是他这个俗的东西 传遍华人世界 没错 对吧 还不要忘了香港还出过什么呢 就他们那一代人里面 他们三个人固然老是一起混 但他们三个也跟别的一些年纪比他们大的人也老混 当然在年纪大的人面前 他们属于比较小半辈 那年纪大的人是谁 就金庸 金庸 哎 我觉得金庸是他们的教主 金庸是教主 老跟金庸混他们 他们都崇拜金庸 我问过黄瞻 我说你最佩服的这个 我当时问了 我们问了两个问题 一起吃饭吧 我有幸跟他一起吃饭 呃 一个问题是 你你觉得最漂亮的女的 就是实际认识的最漂亮的女的是谁 他好像结过三次婚 啊 搞不清楚 黄瞻 就是最最漂亮的女的是谁 另外一个就是 我先讲后面一个吧 最喜欢的文人是谁 他就说这个三书 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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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书 这个书 这个是真本哦 你平常看不到的 经济日记 这是五十年代香港的一个作家 对 他当时是一个通俗文人 是 可是他现在的作品呢 在正规的香港文学史上得到很高的评价 对 所以三极地 对不对 黄继篪啊 什么郑树生啊 他们对他的东西都合 有很高的评价 那个时候印这么点字啊 非常非常重要的 黄色小说是吧 不是 就像《繁花》《海上花烈传》这样类型的小说 那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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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重要的文学史的传统 这是黄詹跟我提到 所以这个书不大找得到 所以我来秀秀秀一下 另外一个呢 就是讲到底哪个女的漂亮 他就跟我们说一句实在话 周慧敏 周慧敏 漂亮 他就是说 这是张爷来个 张爷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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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漂亮 就不是做出来的 所以你看 他们的这个算是什么 红二代还是黄二代 他们的黄二代 倪匡 最后把了周慧敏 不是倪匡 把了周慧敏 这不能搞成这种事啊 倪匡的儿子 倪匡大这种话 倪匡大的德学 倪匡的黄二代 倪匡的高干子 黄二代 对吧 就是把了这个黄詹的偶像 对吗 对 但是我想说的是 他们这一帮人 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特别 都是一群本身很出色 很有才华的人 你比如说像黄詹 他的音乐造诣性很好 口琴吹得非常好 蔡兰的书法跟刻印都很漂亮 都很潇洒 那么 而倪匡呢 是一个自学天才 就倪匡写科幻小说 他里面不是一堆古灵精怪的一些科学知识 当然 我始终觉得他的科幻小说是一个以科幻为名 实际上是半侦探半探险式的那样的 有点像James Ball那样的一个小说 但是他里面杂七杂八的东西 他是自学 比如说他的车子怎么修 怎么拆开又重组 他都会 他是个自学成才的一个人 但是呢 我始终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有一回 我跟蔡兰他生前的时候 我们一起在香港 蔡兰他活着 黄詹 在图书馆 在图书馆 讲一个题目 讲侦探小说 讲克里斯蒂 他特别喜欢克里斯蒂 然后那一次呢 他来了 然后他觉得他应该是来了人很多嘛 但我们平常在香港参加这个文学活动都知道你哪了 任多呢 而那一次呢 香港的图书馆还特别给面 就黄詹号召力够 结果弄了一个相当大的大厅 以香港标准来讲 可以坐两百多人 但最后坐了一百多人 坐了一半 那很了不起了 对吧 徐总就知道 我们搞得很了不起了 那黄詹一坐下来 就拍桌子骂人 就跟我说 大家出口就来了 梁文道 这么少人 都有什么好搞啊 九文虎 浪气 吃屎 就是骗大骂 但后来当然他还是跟大家落落实实讲这个 后来结束之后 我就跟他聊天 我说 占叔 你有没有想过啊 其实呢 搞到今时今日这样的环境 你们都有份的 然后他又骂 我为什么讲这事呢 我刚刚说话好像大家听不懂 是吗 做的人已经不少了 但是他还是不满意 对 还是不满意 一轮出骂 这么骂 但主要是骂我 你跟他说 搞到今天这个状况 讲文学 人也有份 你为什么觉得他也有份 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们自己很了不起 他们写专栏 写的很好看 编黄段子 编的是一流的 我始终觉得黄詹那些黄段子是一流的 包括有一些是今天传维经典的 大家都听过 像白水公主那些故事大家都听过吧 你没听过吗 没有 广告之后见 广告之后见 就是这样 就有一天呢 你别再强调这个谜底就穿了 是怎么回事呢 天堂门口天使霸 死了的人上去要进天堂门口 得先检查 看过不过关 那天呢 来了一个很漂亮的女的 穿着带着皇冠 像个公主一样 我说 这女的 你也想上天堂吗 那是 我觉得我这个人很纯洁 死了之后就来天堂 天使说 那行 那得先检查一下 看身家是不是清白 这辈子干活什么坏事没有 最后来到一个很重要的一关 你是处女吗 他说 是的 那你说是处女 我们得检查一下 好吧 行吧 腿张开 天使低头去看 然后看 看了半天 拿放大镜子出来看 就说这有点怪 说算是完整 可是不用放大镜看 还瞧不出来 怎么有七个小洞呢 你不知道你是谁呢 他说 我是白雪公主 这往沾边的 不闻急 他当初就是这个说文 不闻急 我们这个节目应该大哥 不是 品质很高 这个黄段都编的品质 编的品质很高 很有智商 很用脑子 我跟詹叔叔说 他当年这些都很有才华 很聪明的一个人 对 可是我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他们几个人 他们那一代 香港通俗文化的代表 比如讲香港才华 就想到通俗文化这一面 他们的所谓的亚文化底蕴是很深的 但是他很喜欢在专栏里面 去强调就是 越流行越受欢迎的就是好东西 就是《红楼梦》 为什么是好 因为《红楼梦》很畅销 而《红楼梦》那么好 所以他必然要畅销 因此他们会有一种倾向 觉得他同代的所有在从事 所谓严肃文学创作的人 你们搞半天明堂 一本诗写出来 诗集写 诗集在香港 从来你要卖一千两千本不太可能 不可能 他说写这些干嘛呢 这就表示他不是好诗 好诗是什么呢 像李白 这些来还是很畅销 我就批评他们那一代人这种观念 就是说他这样子呢 会对香港造成影响 很多香港人相信这个当时 觉得越赚钱越流行 就一定是好东西 有点像今天的乐名 怀念六十年代Beatles音乐 说那个时代流行音乐就是好音乐 我觉得黄詹他们姓这一套 但这一套东西呢 也不能说全错 但他鼓吹久了久而久之之后 就形成一个东西 在香港凡是一般香港读者 他觉得陌生的东西 哪怕你大名鼎鼎如雅加莎克里斯蒂 但一般今天香港读者 他可能不太清楚不太知道了 他就一点兴趣 他觉得那肯定不是好东西 所以我跟黄詹说 你这么生气我干嘛呢 这都是你教出来的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现象 在这个北方也会有 就是说有一些很受年轻人 喜欢的这个人物啊 他们当年出来 其实恰恰是以啊 反文化的姿态 反权威 反崇高 嘲笑这些个所谓的雅 所谓的这些个东西 他认俗 是吧 哥们就俗 这个东西啊 成了一时流行的时尚 但是呢 真的深入人心之后啊 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圈圈 有一天呢 倒回来 当他自己想要进行纯文学的时候 他会发现 人们一样在笑话这些个东西了 人们觉得这些个东西 别逗了 你知道吗 但是实际上这正是当时 他们所津津乐道 你说的这个现象 这是我们天天要面对 我在香港教书 教唇文学 天天要面对这么一个问题 我想两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香港的这个这个商业 这个这个统数文化 太强了 这个背景太强了 嗯 这个香港的邵逸夫的公司就是中宣部 嗯 你知道他的需要 所以使得黄瞻他们明明其实 也可以做纯的雅的东西 但是他们会以俗为荣 对 这个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对大陆的这种革命主流 跟这种清高的一个故意的反弹 嗯 嗯 你注意到北方的文人呢 他明明也要熟的 但是他不承认 他会讲你为什么写作 我要民族史诗 啊 幽国幽民 香港你要是问一个人 你为什么写作 他要说我幽国幽港幽民 大家要笑喷了饭 他一定会说 说的特别熟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 广州有个教授 见到黄瞻 就女教授 一本正经的问他 就说 黄先生 您的美学追求 一生最重要的美学追求是什么 黄大师 美学公主 不是 female body 哈哈哈哈 我一生的最绝追求 female body 把那个 把那个广州教授 不知道什么 但是呢 我觉得大陆的文人半雅 其实也有俗的一面 当然 香港的文人半俗 但是也是半的 我后来才听说黄詹 因为黄詹 大家知道她第一个夫人 林彦尼也是个很有名作家 后来晚年呢 她 据说了 她的太太很年轻 她也不出来 不参加这些社交文化活动 她到了很老了 我也问她 那么老了 还做那些电视干什么 就是有些娱乐节目 肥皂抛啊什么 不能干什么 你知道她到最后 她得cancer以后 替光头嘛 是 患疗嘛 结果还做一档节目 三个光头 是 谈话节目嘛 是 原来是什么 原来她要拼命赚钱 要帮她那个年轻的太太 付掉这个房租 就我不要让她将来 再要付mortgage 就分期付款 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 把这个房 因为她中间投资失败 对 所以你看她嘴里讲什么 一声美声追求female body 实际上 还是有情有异的 有情有异的 那都是 其实骨子里还是文人 还是文人 当年 但是她属于一种 就是放弹任性的 这么一类文人 对 而且愿意以这个来识人 以识人 你像她跟林雁妮 你刚才就讲 才为女家人 当年这个婚姻 人家都说是欢喜冤家 好的时候真好 不好的时候 你知道 我那天还看见一段话 说这个跑到 跑回去啊 跑回去这个 两个人的家里 就发现林雁妮啊 把她这个衣服啊 把她这个新买的 最贵的两件大衣 扔在这个浴缸里 两人都是这种爆裂的 拿刀把这个门呢 都砍烂了 然后呢 她说这两件衣服特别贵啊 要拿去洗 但是警察说上面有一种味儿 说有人在 有人在上面撒过尿 就闹到这个 但是我觉得很好玩这些事 但是你知道 黄瞻后来跑回去念博士 对 对在港大 念文化研究 法兰克福 学派跟一些文化工业 这个音乐史 对 就香港的音乐史 他来我们这里做过个学术报告 做的比很多教授还像样 是 他讲五六十年代以来香港的音乐 我这才明白香港的很多音乐 他们其实是问了外国买版权 是 然后填上中文歌词 你看香港有很多歌词 曲是外国的 词是他们填上去的 这比较便宜 他说去买版权 香港的电影很少自己做曲 我这一题我才明白 西方你一个电影就有制作音乐嘛 他说要香港的文化便宜 便宜是第一位的 其实当他作为一个历史检讨的时候 他也是有批判 他也是有无奈 所以我常常说香港文化要理解 就四个字 是关键叫穷而后宫 穷指的是什么 香港人不觉得穷吗 穷指的就是这个状态 就你在这么一个大规模工业生产的时代 像邵氏的电影 其实比邵氏今天都说很厉害 但其实那个年代 他从来没拍过好的艺术片 从来都是廉价大量生产 在那个状态下文人是要正口饭吃 想办法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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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